交成墨河镇小河村 苏小秀不知道 昨夜什么时候睡着的 总之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外面天色已经大亮 心里建设了很久 就连内急也别着 还是不敢打开房门 苏秦氏和弟妹苏李氏 轴李俩在厨房准备清晨的吃食 还有婆婆的药 大嫂 你说小姑子会去哪呢 多快说婆家的人 怎么会不生不想的离家呢 你也别担心了 我告诉你 昨夜秀秀已经回来了 回来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大嫂你怎么这么能存住气啊 真服气你这慢吞吞的性子 要是我早忍不住说了 这秀秀昨夜什么时候回来的 公公婆婆知道吗 现在她人呢 嘘 小声点 公公婆婆还不知道呢 秀秀现在在她自己的房间 你大哥的意思是 等爹娘吃过早食再告诉他们 爹娘还不知道啊 也是 爹娘要是知道的话 今儿清晨 哪里还能这么平静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 娘刚刚好转 这么多日 也都没好好吃东西 是该吃了东西 再让他们知道 行了 你知道就行 一会儿在爹娘面前 可别漏风了 放心吧 大嫂 我虽然嘴快 但也知道事情的轻重啊 不会多嘴的 只是早饭 要给小姑子送吗 这话问的 是有够违心呢 按她的意思 送什么送 有这么任性自私的小姑子 简直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最好这饿她个两三日 好好压压性 让她知道自己错了 你大哥没有说 就暂时不送了 行 那就不送 主屋里 一位头发灰白 面色苍白 明显带着病态的老妇人 坐在床上 好了 别想这么多了 也别担心了 秀秀啊 向来都是个聪明的孩子 身上又带着这么多的银子 应该是不会出事的 孩子爹 你说我对这孩子 是不是太过于宠溺了 才会养成她如此大的胆子 竟然连苏汪的赶烤银子都敢拿 那可是我们存了很长时间才生出来的呀 苏汪可怎么办呢 没想起她认真读书的样子 我这心就痛 还有这个孩子 怎么就不知道家里人担心了呢 我这是 我这是生了个冤家呀 所以我给你帮你帮我